林曼榮轻轻合了李武林的眼 但是一松手 咦 他对眼又睁开了 小李子 林曼榮惊叫一声 眼泪都来不及抹 只用手指放在李武林的鼻孔中 轻轻摸一下他的鼻息 没到半点呼吸 臉早就冰冷 再看看他对眼 半开半闭 也毫无光彩 似乎 呼吸组就停顿了很久 难道是自己的错觉 或是小李子在他心里怪我 他不眼闭啊 林曼榮的心更加悲伤 喊一口气 他又慢慢地 将小李子的眼睛合起来 谁知 这手刚刚举起 哎呀 令人觉得好惊异的一幕又出现 李武林的眼居然又慢慢地增翻开 连高游看得很惊异啊 小李子 小李子 我的好兄弟啊 高大哥之后你死都不眼闭 你放心 我到时候一定捉多几个特龙女人 砍死他们 送给你来做媳妇 兄弟 兄弟 你按饰啦 他一说完 就伸手 将李武林的眼睛轻轻地合起来 谁知 李武林依然不屈不留 对眼又慢慢地震翻开 你以为是什么力量啊 连旁边的胡不龟都看得呆了 林晚宁想一阵 突然间伸出手 紧紧地贴住李武林的胸膛 小李子的胸口的冰冷 已经冒到半点热气 和其他阵亡的将士 也都没什么不同啊 林晚宁失望 他正想收纷一手 忽然间 一丝很轻微的跳动 传入了他的手掌心 虽然很微弱 但是真的使得林晚宁 欣喜若狂啊 哎呀 他 他还没死 小李子还没死 林兄弟 节哀顺变 高游以为他激动得瘫了 即时拉着他的手 摇摇头说 我摸过了 小李子没势气 没到呼吸 他去错了 真是去错了 不是呀 高大哥 他还有心跳 我摸到的 看到林晚宁的样子 好像这么清醒 咦 不像是急得瘫了 这样的样子 高游 半信半疑 也都将手掌 放在李武宁的胸口树 林晚宁的胸口树 林晚宁这句说话 即时了起了所有人的希望 大家都很焦急地望着高游身上 等待他说出的一句说话 高游拼住呼吸 等了很久 但是始终都拼不住 但始终都拼不住 任何的心跳 他终于放下一只手 无力地摇着摇头 没可能 见到众人绝望的眼光 林晚宁一美零头 他发火 我摸到的 小李子中在山 他一定中在山 唉 小李子死了 对林将军的打击 实在太大了 胡不归倒低头 叹了一口气 不管人家怎么想 林晚宁继续伸出手 再次摸上了李慕玲的胸口 冰冷 始终都是一片的冰冷 小李子的身体 好安静地躺在那里 再没有任何的异动 等了很久 始终都摸不到 有心跳的感觉 难道我真的听错了 林晚宁不如都悲上心头 真是有一种 要豪图大壳的冲动 他不甘心地 又等了很久 终于 终于连他自己都失望 死了 小李子死了 他永远都不会再回 哎 他散了一道气 刚刚要把手 在李慕玲的胸口里拿开 突然间 啪 有一丝很轻微的跳动 有一丝手心里传过来 跟上次一样 这么微弱 同样几乎你不可以觉察得到 但是 但是林晚宁整个人呆了 这一刻 在他心里面 世界上 甚至没有任何一样东西 被这个更加有力的心跳了 没死 他没死 小李子没死 林晚宁长长地吐一口大气 他抑压着心头的狂气 有了上次的经验 他不敢大意 手掌依然放在李慕玲的心头 等待他下一次心跳 见到他的臉 一瞬间欢喜 一瞬间悲伤 高游湖不归看到 两个人互相对望了眼 大家都不如得拎拎头 但是 虽然隔了很久 啪 第三次心跳又来临了 虽然依然是这样 稍微不注意 就会忽略过去 但是听到林晚宁的耳朵里面 哎呀 这个真是再没比其他 更加令人振奋的声音 这个简直是全世界最珍贵的心跳 胡大哥 高大哥 你们来听一下 林晚宁的声音都震了 但是他的眼神 他无比那么坚定 胡不归高游 也即时将手掌 放上了李慕玲的心头 啪 这一下 几乎不可以觉察到他轻轻的跳动 即时传入了一个人的掌心 两人几乎都可以不可思议的互相对望了眼 面上面都露出狂起的神色 再等一阵 啪 又是一下微弱但是坚定的心跳 哎呀 没死呀 小李子真是没死呀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他们的眼泪都一起巴巴声地流下来咯 你没灵 没死 他还在生呀 林晚宁再也没办法压抑 他大声地喊 各位兄弟 我们的小李子 他还在生呀 这个消息 杀士全面了整个队伍 胡桑将士手里面的刀枪都高高举起 再生 我们的兄弟 再生呀 几千好汉 一起泪流满面 这一刻 大家都深深地被这个消息震撼所感动 在阵亡的战友面前欢呼 这个不是北京 相反是最真挚最朴素的感情 李武林他代表他不是一个人 他代表的是无数长年在草原的大华英灵 有什么 被失而复得的战友兄弟是更加重要的呢 一下子 李武林还在生的消息 就好像一场春雨滋润了所有人的心 上至林晚榮高游湖不归他们 下至每一个普通的战士 人人都是这么欢恩鼓舞 因为战友伤亡而带来的伤感 一下子就全部轻素开去 虽然 在他们面前还有千多位震亡的战友 但是心情和刚才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异 刚才 他们还是觉得很悲壮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看到无边的希望 这种失而复得 处处逢生的感觉 使他们的信心和战斗力都空前强大了 他们点着火把 震亡将士的身体 在烈焰之中 熊熊燃烧 高大哥 将兄弟的骨灰全部执拾好 我们要带他们 和我们一起回去 回去 这个词 听到高游的心又悲又暖 是 他大大步地走了 将军 你看 胡不归中马而来 兴奋大叫 林晚明掌头看过去 只见在草原之城的正门之上 高高挂着一个 血淋淋面目僧灵的人头 正是被林晚明亲自斩杀的拉里布 元首示众 这个向敌人赤裸裸的示威 是打在凸奴人面上 日记最响亮的耳光 没人讨论 什么叫人道不人道 战争就是这么残酷的了 看着城中三万多匹的战马 林晚明兄就声 胡大哥 这些凸奴战马 你知道怎么做的了 李武林的失而复得 对所有人都是莫大的鼓舞 胡不归这个时候 已经没了先前的徒势了 他大开声 将军放心 末将知道 特路人 绝对不能够得到 剩下的一匹的战马 一粒两色 你看 不是 我不是已经开始了吗 几千大华二郎 凹涌而上 箭 刀 斩眼之间 噴在圈中的突奴战马 嘩嘩嘩嘩嘩 一路惨叫着 血流成河 残忍 太残忍了 胡大哥 以后你可不可以想 这些人道的办法 战马都是一条命来的嘛 血淋淋的 嚇到突奴十元仔 那真是你的罪过咯 嘿嘿嘿 将军 照老高说 他说 如果落毒 太麻烦了 毒药还要浪费银两买的嘛 我们的军费 不可以这么浪费的 还用刀 用箭 来得实际 又可以被战士们练刀法 又可以练淡 咯咯咯 林晚榮听到 虎少爺领领头 老高这些 唉 免得说他咯 咯一声 林晚榮点燃了火具 碧哩巴勒 火苗 好快就在整个 巴延浩特的城里面 喘了上来 红红的火光冲天而起 突炉人 積聚在这里 无数的粮草 就马上 红红的燃烧 漫天的火光 几乎将整个草原都映红了 火光 也都映照着大华将士充满鲜的衣服和面容 他们齐声怒喝 好笑所有的屈辱都随着火花飘散 火势越来越猛 城里面到处都燃烧 燒烟滚滚 龍烟尼曼 测烈的温度 使得林晚榮整身的衣服都湿透 半个时辰之后 那些粮草已经几乎燒了一本 这个时候 就算下了一场大雨 都已经无力回天 你就草原之城 充满了焦土灰尘 煙露离漫 旗像之内 你几乎连人影都看不见 多余的箭马 全部都被人杀死了 阵亡将士的遗体也都收集整齐了 五千多名将士 在城门前边 插好了队伍 即将出发 看着自己这一队 衣服残破 满面朝黑的将士 林晚榮大声说 大家看到了 我们做了一件 大华历史上 从来都没有人做过的大事 特路人的烟后 草原之城 巴燕浩德 已经在我们脚下燃烧 他会化成一片焦土 从此 特路人 他们的版图之上 就再没有这座城堡了 哇哼 哇哼 将士们都齐声怒敲 林晚榮一揮手 等大家静下来之后 他继续说 打了这一仗 我们的行踪 已经彻底报了给特路人 在草原之上 襲击特路人的城堡 在特路人的胸口捅了几刀 这个是他们从来都没有遇到过 可以预见 更加残酷的草原战斗 即将到来 请大家记住 由现在开始 我们的策略 会完全改变 我们 要变成草原上的野兔 只要能够避开敌人的鹰走 留一条命回家 就是我们最大的胜利 现场 一片安静 所有人的眼光 都望着在林晚榮身上 每个人的心都很清楚 任务虽然完成 但是 残酷的精程 只走一半 剩下的这一条路 将会是最危险 也从来没有人经历过 在这个茫茫草原之上 他们就要变成特路人的獵物 要有命回到荷兰山 或者只能看一个最美丽的梦想 但是 经历了这么多场的血战 见惯一生离死别之后 有谁真的会感到害怕 看着大家 视死如归的眼神 林晚榮 他不出声 一废手 第一匹战马 就约出城门第二匹 第三匹 五千将士 无声无色地 撤出了巴燕浩德 清脆的马蹄声 和红红燕烧的火焰混在一起 就好像草原之上 一曲燎亮的木歌 林晚榮 林晚榮走到最后 他和高游湖北归出城门之后 轮转头看看 火光之处 烧烧烟尼曼 除了火声 风声 再也听不到 人下马蹄 和他们来的时候的情形 简直不可同日而遇 想一想 林晚榮忽然间 若马走回 林将军要做什么 高游想一想 我都不知道 不过林兄弟做的事 素来都是这么高深莫插的 我们两个 偏独想得到的 就好像今晚那样 以前 你会相信 他可以 一刀就斩死拉里布吗 想起林晚榮今晚的雷亭一刀 湖北归都暗暗心惊 高 真是高啊 走到城门边 林晚榮跳回落马 在路边 玩了一条红红烟烧的粗棍 周围 都是斩杀了凸鲁大马 林尼的鲜血 他用木棍 在鲜血里面搞得多搞 然后 在城墙上面的写字上来 几个字 写得龙飞凤舞鲜血林尼 但是也是气势磅 写完之后 他扔下一条木棍 左右望了眼 忽然 大小子上来 高尤眼力好 见到那几个字 虽然写得歪歪斜斜 但是脊脊都鬼那么大 一眼看得清 大华林三 到此一游 夠膽你在起 明年我再游 哈哈哈哈 胡不归听到小子上来 高啊 好一个明年我再游 你的气势 这篇文章 真是只有林将军 才写得出来啊 是咯 好诗 好诗啊 高尤这个老草 都叫起好诗上来 见到林晚荣 中马仪会 都又是同起手指公的 对他拍马屁话 喂 林兄弟 你手指认真是 那些什么 对象工整 哈哈 又这个格律 好惹 总是好惹 加上一个绝世真品 不过这下突如人就发达了 如果到几十年之后 说不定呢 他可以卖回几十万两银的嘛 胡不归也顺口就拍了一份 哎呀 那也是 林将军这次 是我们大华 万金难求 麦保来的嘛 喂 但是 将军哪有这样的阿兴 在突如人的城墙之上 都留下这首 抗古绝今的绝世之作呢 哈哈哈哈 听着那两个马屁友拍自己的马屁 林晚宁 哈哈大笑 参愧了 我只是顺手 写回几句而已 我就怕那突如人 不懂得我们大华子 浪费了我这番唇舌 哈哈哈哈 看着他睡在担架上面 面色蒼白 还没醒醒的李武宁 林晚宁用力拉拉他的手 兄弟 走 我们一起回家 这支大华孤军 又在茫茫的草原之上 继续他们生死未卜 但是 将会充满奸险的精情了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